其實是這樣,我們也在想,因為老實講,我們第一次要進立法院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組織 而且老實講,我們大概部分區差不多定案,不敢說完全定案,八成多定案 我後來去看看真的是海選,大部分都是來自台灣各地海選 所以這種海選有個缺點,有時候人家說無核之重,意思是說彼此都不認識 所以還是要有人去負責,打那個call起來 所以有時候不得不把蔡壁屋調到那裡面進去 不然每一個都不認識,要怎麼運作是個問題 現在要拆什麼安全名單也不準,差不多到前面最後是封關前十天,最後的民調看會比較準 市長,你今天早上幫李靜寧站台,幫郭家軍站台蠻熱鬧的 那未來會邀請郭台銘來幫民眾黨的職業站台 因為相照於是上午的活動,下午好像人比較少 這個老實講,這種其實差異力還是差很多,坦白講 郭董是這樣,如果他還有一點,其實他也是國際大老闆 像我就知道他最近又要去美國,不知道做什麼 反正他們我跟你講,這種國際公司的大老闆,真的可以複選的時間沒那麼多 這個錢罷,不同的錢有不同的做法 我一直認為選舉費用太高,是台灣政治敗壞的開始 所以每次說我們想辦法壓低選舉費用